向来继续跟进国内的疫情 我国昨天通报40宗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其中7个人送院前就已经死亡 除了博里士、彭亨、纳敏以及布城 其余的州属都有人不治身亡 累计死亡人数达到了29,769人 卫生部在Github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 雪州新增最多死亡病例 有7个人死亡 沙拉越6宗、沙巴河冰城个别5宗 截至目前全国还有65,316宗活跃病例 其中545人在加护病房治疗 264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另外全国基本传染数从0.91 连续9天上涨到了1.05 昨天终于稍微回落到了1.04 但是有8个州属和直辖区 基本传染数超过1 其中布城指数最高达到1.15 紧接热市森美兰1.06 雪州和吉隆坡个别市1.05 吉兰丹和彭亨1.03 吉打1.01 柔佛1.0